电影女神谢金燕凭练武功、BBB等火爆舞曲横扫台湾乐坛 然而在台上热力四射的她,私底下却十分没有安全感 不仅平常出门总是遮遮掩掩,把自己包得密不透风 近来得知住处曝光后更立刻豪砸五千万元搬进山区豪宅 就为避免心爱的儿子曝光 从小话久不多的写经验因经历严重车祸 爸爸诸葛亮被巨额赌债跑路 私底下十分没有安全感 且2009年7月被爆出有个儿子后更容易神经紧绷 他害怕私生活被外界关注 即使在舞台上风行万种,私底下也十分低调 对家人更保护到底 连儿子都只喊他英文名字 Ginnie,反倒喊舅舅和阿姨 Daddy, Mommy 谢经验呢有人透露 他今年已经20岁的儿子比其他同龄孩子低调 成熟,也懂得心疼体谅妈妈的职业 从来没开口问过自己的身世 而他为了孩子也没再交男朋友 连姊妹桃们要帮忙介绍都拒绝 因此得知住处曝光后 立刻豪砸五千万元搬进新北市山区豪宅 为的就是保护儿子不受外界干扰 杜绝任何曝光的可能 谢经验1974年出生 是诸葛亮第二个老婆的孩子 这不就是妥妥的新二代 本应该是前途一片光明 就像陈龙的儿子房祖明 谢贤的儿子谢霆锋 还有陈凯歌的儿子陈飞宇等等 含着金汤勺的新二代 凭借着爸爸的光环和资源进入娱乐圈 拿着一手好牌 打得如何就看个人的实力和造化 简单说一下谢经验的父亲诸葛亮 在当时有多红 诸葛亮是七八十年代的歌听秀主持 相当于现在的东北二人传 属于民间的一种娱乐休闲节目 那时候民间中低阶层的人们 没有多余的金钱去看舞台上的高端艺术 就通过看歌听秀来消遣娱乐 诸葛亮虽然没有什么文化 但是风趣幽默和夸张搞怪的主持风格 得到了当时娱乐界的追捧 他所录制的诸葛亮歌听秀 风靡全台湾 他这个人在当时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同时他不仅舞台表演丰富 感情生活也很丰富 诸葛亮结了四次婚 有五个孩子 两男三女 谢金燕是他与第二位夫人生的孩子 容貌超过了诸葛亮 应该是继承了妈妈的貌美如花身材好 还继承了诸葛亮的幽默风趣 但是父女俩后期为何关系不合 不接丑闻呢 且听我慢慢道来 因为父母离婚 从小谢金燕就要赚钱 帮妈妈补贴家用 喜爱唱歌的他 萌生了要进娱乐圈的想法 1989年 15岁的谢金燕 参加周末欢乐派 一举赢得了美腿小姐冠军 让观众们记住了这个长腿美女 并借此 踏入台湾歌坛和影视界 谢金燕的成名道路十分坎坷 刚出名两年 就同姐姐谢金燕 一起遭遇严重车祸 司机重伤去世 姐妹俩重伤送去日本治疗 当时的妇女关系还不错 诸葛亮不惜花重金 且借钱送两姐妹治疗 可是谢金燕 受伤范围极广 不仅多处骨头断裂 脊椎位移 肺积水 内出血等等 还被主持医生断言 下半身要在轮椅上度过 这对谢金燕和她的家人来说 是一个沉痛的打击 谢金燕不想屈服命运 她毅然决然要康复 要付出娱乐圈 舞台上 她坦然微笑地告诉她的歌迷 我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车祸 但是那个劫难并没有带走我 反而带来一个全新的谢金燕 从那一刻起 我就告诉自己 只要能站起来 能站在舞台上 我一定会尽我的权力 努力地表演 全场观众为她的坚韧不屈 欢呼 为她的英勇帅气鼓掌 谢金燕名副其实 凭借自己的力量 站在了舞台上 其实谢金燕的伤 并没有完全痊愈 至今都有 后右臂不能弯曲过大 关节无法施力的后遗阵 所以现在去看谢金燕穿高跟鞋 卖力地在舞台上唱跳 都是她拼尽全力 做康复的成果 同时也是舞蹈老师 根据她身体条件 特意编排的舞蹈 有些成人做起来很简单的动作 她完全无法做到 到现在 她都同这位编舞老师合作 也是因为 只有这个编舞老师才熟悉 她的身体哪些舞姿可以跳 哪些舞姿做不到 话说回来 经历了这场车祸后的谢金燕 非但没有拿这件事来炒作 借机扩大自己的知名度 反而是继续扎实自己的唱歌和演技 于是才能在1992年 又幸被刘家昌赏试 合作她的第一张国语专辑 你好酷 重新走到大众眼前 刘家昌在70年代华语乐坛上 可谓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不仅自己的作品人尽皆知 如果被她看中和提携的歌手 也都先后成为华语流行乐团 数一数二的人物 像是邓丽君 凤飞飞 飞玉清 刘文正等人 谢金燕也被刘家昌评价为 很有实力和潜力的歌手 自此之后 谢金燕更是努力钻研业务 不断地拓宽扩大自己的视野 披富还债 反被爆未婚生子 然而 她视野的第二个转折点 就在1993年 诸葛亮试赌成瘾 限下两亿台币后跑路 并退出娱乐圈躲藏起来 其中有一亿两千万台币 是经纪人杨登奎借的演出预支款 讨债人因找不到躲藏起来的诸葛亮 只能去找她出名的女儿谢金燕 其实在诸葛亮欠钱之前 他们的妇女关系是时好时坏 好的在于诸葛亮作为父亲 并没有完全地不帮助她 不好的在于诸葛亮作为其他人的父亲 有其他的家庭和孩子 肯定也不能完全照顾到她 这具体的家庭情况也很复杂 但是当时家里最出名的就是谢金燕 讨债人显然就找上她 可是就算谢金燕再出名 那使得她赚不到多少钱 没有办法 债主找上门 也严重影响到她的家人和事业 只能咬咬牙 拼命赚钱 替付还债 在她辛苦打拼 终于还完赌债的时候 2009年诸葛亮出现了 声称要重出江湖 再次回到自己的舞台 可是回到主持界也要有契机 有话题 于是可能是脑子抽筋的她就向媒体爆出重磅炸弹 谢金燕未婚生子 这一下子就让媒体和公众的目光聚焦到诸葛亮和谢金燕身上 想要扒一扒孩子的身父是谁 谢金燕自是闭口不谈 至今也没有透露出孩子的父亲是谁 而诸葛亮也以此达到了目的 通过话题和自己以往的舞台经验回到了主持界 诸葛亮暴露女儿私生活 而求关注的做法折怒了谢金燕 之后数次在媒体上喊话 要与谢金燕相见 谢金燕都置之不理 也有说法是因为谢金燕的母亲不让谢金燕与父亲相见 因为诸葛亮每次都相约在公众场合 谢金燕如果答应的话 一定会被母亲知道 而让母亲伤心 因此不是置之不理就是多次婉拒 2012年诸葛亮去台北小巨蛋 想要在谢金燕的演唱会上送鲜花 修补妇女关系 但是就台上台下十公尺的距离 不知什么原因也没有如愿相见 后来有一档综艺节目 邀请到诸葛亮和谢金燕 估计也是诸葛亮借此想与女儿相见 但是官方审称因经费问题而不播出 媒体猜测是谢金燕拒绝参加节目而夭折 具体原因是什么也不得而知 2015年在诸葛亮的69岁生日时 谢金燕私下写信 希望修复妇女亲情 能够解开心结和好逐出 但是诸葛亮坚持召开记者见面会 并称本月不见 此生都不要再见 于是父女俩的关系变得如履薄冰 2016年谢金燕在自己的演唱会上 终于哭着倒出家庭实情 这么多年来不与父亲相见 不仅仅因为她适渡 还有家暴出轨等陋习 按照时间推算 诸葛亮应该在染上毒瘾期间 被黑社会追债而走投无路 一边家暴自己的第二任妻子林月如 也就是谢金燕的母亲 一边还出轨她的第三任妻子 更是深逃父亲只有在姐妹俩出车祸时 才会回来关心他们 否则父亲都不着家 其实谢金燕原本打算通过这次曝光 让父亲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为何家人和自己不原谅他 借开彼此的心结 但是没想到适得其反 非但没让诸葛亮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然而让诸葛亮重回演艺圈又火起来的观众缘 毁于一旦 因此诸葛亮大怒不已 更是在媒体上放狠话 要与谢金燕断绝妇女关系 不过因谢金燕没有回复就不了了之 应该有好几年两人没相见也没联系 妇女恩怨化解 谢金燕是受到邓秀文《梅飞色舞》的启发 便开始在《呛声》《五四三二一》等专辑中 融入电影元素 同时搭配特色的嘻哈舞蹈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音乐特色 并凭借月弯弯 融获了第23届台湾金举奖的最佳台语女歌手奖 姐姐一曲也被网友称作 可以与蔡依林相媲美的电音界女王 这些殊荣都是谢金燕靠自己的实力打拼出来的 台湾知名电视节目制作人王伟中曾评价她 台湾太多的人靠关系 靠身材 靠扎实撒娇 而谢金燕人生路上经历得风风雨雨 不靠别人 全靠她自己 在影坛和影视界 也只有谢金燕能像影视一样坚持做着入室的事 深深为她骄傲 知道后来诸葛亮被确诊为大肠癌 时日不多 又不堪劳累的她 终于暂且放下主持工作 想要陪伴家人与家人团聚 于是又借媒体发表后悔感言 爸爸爱赌博 爸爸错了 爸爸没有好好珍惜家人 爸爸后悔了 并私下对王采化说 要赶紧把剩下的债还完 不然我走了 他们还会来捣乱 尤其是比较红的燕子 这话传到谢金燕的耳朵里 更是惹得她痛哭流涕 恳请母亲原谅父亲 于是 去看望父亲来修补家庭关系 在诸葛亮因癌折磨到报寿的日子里 谢金燕一直在床前陪伴着她 并对外声称 两个人每天都要互相表达父女之爱 要互相道歉 道谢 道平安 2017年5月15日 一代主持天王诸葛亮病逝 谢金燕与母亲也都一同出病 送走了与她恩怨多年的家人 还好在人走茶凉之前能够放下恩怨 最终好聚好散 人们常说 女儿都是爸爸的前世情人 因此在多数人的眼中 父女关系都是很和睦的 感情相当深厚 但事实上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并不是每一对妇女都能如此 像是先前在自己演唱会上 无情控诉父亲出轨 强迫母亲与别的女人共事依附的谢金燕 她与父亲的关系从来都是游走在分裂的边缘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谢金燕的人生故事 47岁的谢金燕保养得一 拥有洞灵美颜及浓鲜合肚的好身材 近日在回顾自己人生第一场小巨蛋演唱会时 难得吐露一路走来的艰辛 更意外自爆那段痛苦的经历除了令物弄伤脚踝 造成永久反复的旧伤令人忘不掉外 也是一个不断逼死自己的开始 谢金燕提到那段时间她常常以泪洗面 而现在的她早已身经百战愈发强壮 但随后又强调还是想哭 因为难的地方又不一样了 此外她也不忘加码晒出重疾蜡照 穿着黑色铁绳舞衣的她 秀出一双白袭大长腿 蜡毒破镳 事实上受到疫情影响 谢金燕原定的演唱会有所延期 不过也很快就能见到了 睽闻六年后 谢金燕再度到高雄开唱 她以兴奋至极形容自己的心情 并说到终于可以开唱 虽然不是第一次到高雄巨蛋演出 但这是专场 且又是完全演出自己的歌 所以很激动 在演艺圈出道三十年 她凭着一声歌喉舞异 极亮力外星 在台湾流行音乐界 唱出一片天 但先为人知的是 三十年前的她 曾发生过重大车祸 而这天也成了她最难忘的一天 为此谢金燕也发文 为自己与革命朋友加油打气 祈求平安 据她回忆 释放当时巨大的撞击力 造成她脑震荡 飞机水 脊椎位移等其八种伤势 甚至被主治医生评估 下半辈子都得在轮椅上度过 但谢金燕凭着硬力不断努力复原 终于在复进两年后 重新回归演艺圈 重生的意志力 不禁让人感到相当佩服 因此谢金燕也将这康复那一天 视为自己的重生之日 更感慨到 珍惜老天给我的重生恩典 珍惜每一天 用足用满每一分一秒 看到谢金燕如此坚强的毅力 大批忠实粉丝也是相当感动 都纷纷献上鼓励与祝福 大赞她不向命运低头的精神 然而与她个人经历的坎坷相比 和亲近的父亲闹崩似乎是令她更为无奈的丑事 1974年 谢金燕出生在一个明星家庭 母亲是家庭主妇 父亲朱根亮是著名的主持人 朱根亮从小就喜欢在舞台上说唱 表演自己心里认为的最棒的节目 也许真是这种天赋 让她的一生都离不开舞台 甚至连她的人生都非常戏剧 14岁那年 朱根亮为了寻找心中理想的舞台和梦想 开始跟着剧团到处演出 从最基础的开始做起 新剧团准备演出时 挨在图因为被钉子刺到脚无法演出 但她那个角色又非常重要 这时候朱根亮就自高奋勇地说 我可以尝试一下吗 结果老板听到后 把她臭骂了一顿 朱根亮知道老板不相信自己的能力 便向老板保证 如果我演不好 你可以直接把我赶出去 当时老板依然在犹豫 知道表演的前一天 朱根亮的师傅和老板探讨后 老板才决定让她试试 没想到在表演结束后 她的表现获得了一众好评 不过这次表演她只是个替补 如果想成为正经的业员 还得继续想办法 没多久 朱根亮去找自己的师傅 希望得到一些帮助 师傅就告诉她 有一个形成力的剧团 可以把它切上过去 她也一口答应 在那个新剧团 她凭借自己的实力得到了重用 正式成为了一名演员 而就在她以为事业就此红火的时候 她能拿到的资源少之又少 没有前证的生活很难 于是朱根亮选择了服兵役 但在退伍后 她在娱乐圈的资源更加少了 为了维持生计 她既经辗转之后 在自己的家乡 开了一家服装公司 直到31岁 她才重新回到娱乐圈 而这次回归娱乐圈 朱根亮的事业也迎来了巅峰 她所出演的影视剧 收视率都非常高 并且还推出了自己的节目 而且在事业上升的同时 她也遇到了自己的爱情 在和妻子宁建如结婚后 1974年生下了一个漂亮的女儿 谢金燕 事业爱情双丰收 朱根亮倒是高兴坏了 可她所做的事情也越来越出格 不但在外面的生活非常混乱 还染上了特殊嗜好 那时候她时常不回家 欠下钱之后 没办法还 就被黑社会袭击 抢救了好长时间 才抢救过来 而那时候年幼的谢金燕 在家里 无论怎么等 都等不到父亲回来 有时候心里也会想 为什么别人 都有父亲的陪伴 而自己却没有 特别是在父母离婚之后 谢金燕的心里 对父亲更多了几分怨恨 好在妈妈对她疼爱有加 童年也不算特别孤独 15岁那年 她在电视上看到 没退小节比赛 原本就身材高跳的她 也准备去试一试 结果一试 就顺利进入娱乐圈了 1990年 她出演了自己的 个人首部电视作品 大冰日记 童年还对上了大一幕 前途无限光明 不管是圈内还是圈外的人 都十分期待 她接下来的发展 可隔年 她和姐姐出去游玩时 在路上突然发生了一场车祸 而这也正是那场 让她铭记一身的惨痛经历 事发后 妈妈被吓坏了 赶紧给竹根亮打电话 幸好竹根亮尚有良心 给了谢金燕许多父爱 两人的关系也有所好转 恢复后的谢金燕仍然想会娱乐圈发展 可这次她想尝试进入乐坛 于是在1993年 她又发行了自己的个人首张专辑 这张专辑还是由刘家昌担任音乐制作的 作为刚出道的女明星 谢金燕的这番资源 已经算得上是相当不错了 一次在节目中 主持人问她 有什么想跟父亲说的 谢金燕一脸满足地说到 我非常感谢爸爸 在我出车祸的时候 有这样贴心的照顾 为了表达自己对父亲的爱 每次在公众场合接受采访 她都会感谢父亲 但好景不长 这些感谢很快就变成了责怪 1994年的一天 一帮人找到谢金燕家 声称她的父亲欠了他们两亿 并且让她来还钱 谢金燕以下懵了 她不知道这么多年来 父亲的特殊嗜好一直没有改掉 而且这次欠下钱后 父亲的债主还找到了自己 随后她赶紧联系父亲 可无论如何都联系不到了 诸葛亮这一失踪就是十年 谢金燕的生活也难过了十年 而在这十年里 谢金燕欠钱的负面新闻 传遍了娱乐圈 导致她的事业也一直下滑 走投无路的时候 她找到了杨登辉帮忙 杨登辉便把她介绍到儿子 杨宗信的公司 原本就是朋友之间的帮忙 但落在别人眼里 就成了她和杨宗信的绯闻 那几年 谢金燕的事业发展越来越顺利 奈何人红是非多 绯闻也越传越猛烈 2009年 她甚至被传未婚嫌孕 有了死身子 可她从来都没有承认过 也没有对此做出回应 一段时间过后 事情逐渐没人再提 但就在风波即将过去的时候 卓格亮突然宣布付出娱乐圈 并带来了重磅消息 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卓格亮说 18年我都没有跟女儿见过面 她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 她生孩子我也不知道 这番话乍一听 好像是在帮女儿说话 但是在言语中 似乎又坐实了 谢金燕的确有一个孩子的事情 媒体不管他们到底有没有见面 既然亲生父亲都这么说了 他们也就信了 可是对于当事人谢金燕来说 父亲的这番话 对她来说无疑是祸上交友 她也终于看清了父亲的面目 此后再也不愿意 在公众场合 提起跟父亲有关的话题 意外的是 朱格亮却表现出了 对女儿的爱护 甚至还光明正大的 在谢金燕的演唱会上送华兰 然而没过多久 朱格亮就说了一句 从今以后你就是谢金燕小姐 我就是朱格亮 以后叫我朱大哥 此话一出 外界纷纷认定 父女关系就此决裂了 面对亲生父亲一次又一次 将自己推上缝口浪尖 谢金燕实在是忍不了了 于是在2016年的演唱会上 亲自曝光了父亲的丑闻 并且宣布要淡住娱乐圈 他实在是无法摆脱父亲 用这种办法的话 他也不用再受舆论的影响 曾经的妇女终于变成了如今的丑人 谢金燕也不想让自己的生活变成这样 奈何一切就是这么不尽如人意 值得一提的是 关于谢金燕有死生子一世 朱格亮的戴姓前助理曾表示 谢金燕和杨宗宪过去 因为合作电影而在一起过 孩子的爸爸百分之百是杨宗宪 而这个消息是谢金燕的哥哥 谢顺福告诉戴姓助理的 知悉该助理和谢顺福是多年的老朋友 原本在日本工作 后来回到台湾 担任朱格亮的铁神助理 双方从2009年合作到2012年 而被问到为什么杨宗宪不承认是自己的孩子 助理则说 可能杨宗宪也不知道是他自己的 此外 当时孩子原本要到日本生 但后来因为签证问题放弃 才改去美国 谢顺福也因刚怀孕的谢金燕请托 在美国帮忙照顾妹妹和外申 之后才回台结婚 但有趣的是 当记者采访谢顺福时 他竟表示 除了谢金燕本人以外 没有人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 所有人说的都只是猜测 最终私生子的事情到今天都还是一个谜 后来也再没有人提起这件事 至于孩子去了哪里 在做什么 一直都没有人知道 他在谢金燕经历这么多坎坷之后 已经重拾良好心态 再次投入到美好的生活当中 我们也祝福他今后做得顺利 也预祝他的演唱会取得圆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